在日常生活中,有些常见的蔬菜和水果的某些部分含有毒性。 食用时需特别注意,以下是一些具有潜在毒性的常见蔬果。 1.马铃薯,鸡土豆。 有毒部分是发芽的土豆,或表皮变绿的部分。 毒性物质是龙葵素,摄入大量龙葵素,会引起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症状。 2.严重时可能导致中毒。 2.四季豆。 生的或未完全煮熟的四季豆,含有躁素和血球凝集素。 可能引起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中毒症状。 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安全食用。 3.青番茄,鸡味成熟的番茄,含有龙葵素。 食用过多,可能引起头痛、腹痛等不适症状。 4.樱桃核。 樱桃核中含有氢化物。 务时或咬碎后可能释放毒素,影响呼吸系统。 严重时可能致命。 5.性仁。 苦性仁及野生性仁含有较高的氢化物。 过量摄入可能导致中毒。 甜性仁通常是安全的,但仍应适量食用。 6.菠菜。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,长期大量食用可能影响钙的吸收,导致结石。 未经超水也会急性中毒。 7.鲜黄花菜。 未加工的鲜黄花菜含有秋水鲜碱。 未经处理的情况下食用可能引发中毒, 常表现为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。 通常需要经过干燥处理或焯水,才能安全食用。 8.茄子。 未成熟的茄子同样含有龙葵素, 生食可能引起中毒症状。 9.大黄。 有毒的部分是叶子,含有草酸和恩坤类化合物。 食用可能引发中毒,通常只食用大黄的精部,避免误食叶子。 10.苹果。 有毒部分为苹果核。 苹果核中含有少量禽干类物质。 虽然少量摄入,一般无害, 但大量食用或咀嚼核,可能引发禽化物中毒。 此外,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生蘑菇, 未经检验的野生蜂蜜, 以及碧麻籽、肉豆蔻等, 都有可能存在中毒风险。 尽管这些蔬果的某些部分或特定情况可能具有毒性, 但通常在日常生活中, 只要遵循正确的烹饪和处理方法, 大部分食物是安全可食的。